请教资深分析师王赵丽 赵丽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赵丽 上个礼拜五的大盘 算是有惊无险 虽然台积电法说会过后 股价的表现有点不如预期 但最后还是在台积电的撑腰之下 小跌了33点 收在18403点 把所有的均线都给守住了 那成交量则是3316亿左右 其实科技股在礼拜五 其实多半压力都还是蛮重的 包含了大力光跌停 西里KY 还有联发科 礼拜五的股价都是重衰 那到时候货柜三雄跟航空双雄 是出现了反弹的格局 一扫之前几天的颓势 但也因为指标科技股的下跌 导致大盘在礼拜五是出现了 上冲下洗将近300点的大幅度的震荡 融资被视为是比较不安定的筹码 连续7天减肥了105亿左右 那上礼拜周线是翻红上涨了200多点 五日线跟十日线在礼拜五都是失而复得 你会怎么观察在月线向上 全网吻盘的情况之下 这个礼拜的多头能够蓄势 再攻一月前高18619吗 对 没错 我想目前来看的话 当然我们先看上周五的美股的部分 其实你可以发现科技股或者半导体的表现 相对上来讲真的蛮强劲的 费范涨了2.3% 那斯大涨了0.59% 那道琼的部分跌0.56% 那道琼的跌当然最主要是因为一些银行股的部分 然后你比如说像小摩的部分 或者大摩 小摩在上礼拜五跌了6.15% 那大摩的部分跌了3.58% 花旗经常也跌了1.25%的一个水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个人觉得今天你就观察电子股 当然电子股的部分包含半导体 其他的相关的电子股的部分 那金融股的部分今天有可能表现 相对上来讲就会比较受到压抑 因为美国的金融股来讲的话 也出现了比较回挡修正的一个走势 那另外一个状况我们来做观察 就是说今天的美国股市是修饰的 因为马丁路德的一个纪念日 所以没有美股的一个影响之下 我想在电子股的部分 当然它更应该具备表现的空间 那当然最近来看的话 其实台积电法说会完之后 你可以发现很多的内资或外资的研究报告 基本上真的对于台积电 都是出现调升平等 或者是调高目标价的一个动作 那大利光的部分来看的话 其实它会跌停 当然最主要是因为看到了 我看到了大概有三家 都是调降它的一个目标价 所以这两个状况是不太一样的 那假如台积电这个地方 其实那么多人 那么多的券商调高它的一个目标价 再加上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最近不管是投信或者是外资 针对台积电的部分 基本上都站在买超的一个动作 尤其外资买超的张数 在上周五来讲真的是蛮大 那上周五的台积电开高之后 盘中一度杀到平板 尾盘又出现拉升的一个动作 那你看到筹码是谁买的 其实是外资 那一般的投资人反而 它的持股是减少 所以就筹码面的部分 台积电其实它也更加的一个安定 所以我个人认为 其实这个地方 真的电子股你要特别的一个留意 那当然另外一块就是 丙总的结账的卖压 其实我个人觉得已经陆续的结束 这么快就结束了吗 因为之前法案是说 可能在台积电的法说会过后 丙总金主要开始结账 不会 它其实早就已经在结账了 因为你可以看到 其实最近的很多的 中小型电子股的部分 不只中小型电子股 你像货柜的部分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货柜最近也蛮弱的 那不过在上礼拜 我也出现了止跌的一个反弹的迹象 至少短线上 那航空的部分其实也是一样 因为货柜这些 其实也很多业内主力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都开始 已经出现了多头的一个 抵抗的一个状况之效 所以它会提早 那现在来讲 结账的压力已经慢慢的减轻 甚至于有些人 有些假如说它的 就是说它也有可能会提前 重新进行布局的动作 因为很多的成长股的股票 其实说真的 这一波段真的跌太凶了 好 那上市的指数的部分 其实它还在季线之上 那当然大家也知道 上市强当然是因为台积电 那台积电的工 等一下我跟大家报告 会带动什么 哪些的类股 那另外呢 上柜的指数 失守季线 不过都它收藏了一个下影线 所以上柜的指数来讲 应该也会开始慢慢 出现多头的抵抗 开始往上来进行 所谓攻坚 法说会的部分 当然有1月25号的连电 1月27号的连发科 那我觉得 你还是布局一些 展望家的一个电子股的 好 法说会的部分 包含25号连电要开法说 27号在台股封关之后呢 则是连发科要开法说 那今天看到了 台积电呢 传出已经顺利的 跟苹果要求涨价了 涨价是成功的 那另外还传出 苹果有包下台积电 4奈米的产能 包下了15 16万片之多 所以今天台积电的股价 能不能够继续的向上来挑战 6 7 9元的一个新高价位呢 那另外今天还传出 矽晶元呢 也因为这个晶元代工 积极的扩产 还有先进制程的需求 所以矽晶元大涨价 那包含了台胜科跟合金 都有被点名 全品项的涨幅 至少一成起跳 好 所以相关的 比如说台积电的资本支出 概念股啦 或者是矽晶元族群啦 这一波呢 其实都有做一个波段的 拉回修正 那现在是不是已经达到了 一个价格介入的甜蜜点呢 对 没错 我想台积电的部分来讲 其实它创新高 应该指日可待 搞不好等一下就创新高了啦 因为其他的地图平常 那刚刚也有听到 其实内外支基本上 都调高了它的目标 叫中长线 它真的没什么太多的问题啦 除非美国股市出现 延续性的一个重挫走势 好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台积电假如创新高 那其实它当然会带动 林毕如说 像IP的族群 矽晶元啦等等 或者是你看高盛 它也点兵 看好半导体 ABF等等 好 那我来跟大家报告 当然大家会关心的 台积电大联盟的部分 台积电大联盟 你要买的不是设备的股票 因为设备它有入账的 不是设备股吗 我觉得设备它有入账的问题啦 所以说它每个月的营收 其实波动太大 你要买耗材的部分 就材料的部分 针对它来讲 它比较不会 每个月的营收波动很大啦 那再加上这些来讲 有些 当然台积电大联盟当中 比较重要的指标 就是3583的一个 星云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金领帆宣 这种设备的 比较设备为主的 相对上来讲 有可能它只会一个 震荡走高的一个实力 那半导体细菌源的部分 因为最近很多 半导体细菌源的利多啦 那当然涨价等等 其实我一直强调 这些股票不会是黑马股 为什么 因为你看信任化学 全球最大的半导体信任化 真的没什么涨啦 那胜高的部分 全球第二大的 那当然环球晶 只有病了之后 有可能会全球第二大 可是你看信任 你看胜高 虽然都喊得非常 对未来的涨望 你像胜高说 产能满到2026 那环球订单看到2026 可是他们发现 股价还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最大的信任 它都没有 假如今天真的信任大涨 那我相信这些 台湾的这些细菌源的部分 当然就会有机会 大家一起涨 可是它没有大涨 我觉得就是大概 一个箱形整理好 另外一块 联电的法所谓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台积电讲的法 未来涨望 这么的好的状况之下 你说联电怎么会不好 它讲未来 成熟制程也一定 一二二三 那大家应该有机会复制 所谓台积电的模式 所以现在大家 不太去买台积电 反而应该会回来买 所谓卡位联电的一个部分 因为联电第四季 营收的计真 其实已经比大家预期来得好 一般预期 去年第四季2.2到4% 实际5.7% 那第四季的毛利率来讲的话 一般公司 它公司雇37到39 第四季去年 那我认为 预估会达到39% 会达到39% 那以这样的情况高标达得到 好 那未来需求也不错 所以我觉得联电 假如你这个地方 台积没卡位到的 那有可能联电这个地方也可以 IP的部分很重要 或者是IC设计 其实在上礼拜五 有一些的IC设计的股票 已经开始上来 上个礼拜五 蛮多IC设计拉尾盘 包含了IP股的赤源 拉尾收最高 茂达创为金豪科 还有金艳力望通家 其实上礼拜五 好多档IC设计 都是拉尾收红的 这波IC设计中小型股的爆杀危机 有化解的现象吗 因为现在除了智源跟创为 还力手季线之外 其余的IC设计 多半都往半年线跟年线来测试 如果这个礼拜有出现反弹 到底该买该卖呢 我觉得该买啦 因为其实说真的 有些IC设计类股 我跟大家报告 股王还是位在IC设计类股 虽然6415的息率最近跌不少 可是我跟大家报告 IC设计还是电子股当中很重要的 那当然这会各别股的公司 来出现创新高的一个走势 那当然IP的部分 大概指标就在3035的资源 那另外其他的联巴克也要法说 我相信他的法说也不错 只是对联巴克的市值比较大 那另外的5274的 信华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也相对常来讲 老板也有跳出来讲话 今年展望不错 另外46104的一个创为的一个部分 其实创为的现行相对常来讲 也蛮不错的USB 那另外的 其实之前跟大家讲 3488的通家的部分 其实今年快充真的爆发力很强 那你看一下3488的通家的部分 其实康和头顾在去年12月底 帮他办法说的时候 给他的目标价高达180块钱 所以我觉得那他也出现了 多头抵抗的一个力道 我觉得这种股票只要上去 其实市场的一个认同度 慢慢就会回来的 好 非常谢谢赵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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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